路上的首都 博士庫一支發生恐怖公共事件 做成一百人失望 在那裡的台灣學生表示 台灣自路上代表處 含東地教寶老蘇學生 都有軍座堂戶技術 恐怖事件發生後 都會回復安全 行情已經有丹建仁也好賞賞 如果真不必要 暫時不要去路上了 路上的首都無數可 在發生恐怖公共事件 當地的氣氛變得很緊張 當地的特車 台灣學生觀察到民眾比較沒在出門 當地的政府是家庭暗減 在恐怖公共事件發生時 在當地台灣人都 雖然就比較不適合的安全 也更加強調的精神 然後瞭解所有人的狀況 22號、23號、24號 都有做確認大家的人身安全的 回報的一個動作 這面就是因為說 香港事件應該是但一個案 同樣的路在路上 完全學業和工作 行政醫院但建仁說 暫時沒有如果教寶受到事件的影響 不過歐落戰爭還沒結束 許有個人如果沒有必要 暫時不要去五路市 也提醒說如果在五路市 遇到人可以繼續 也可以更緊陷阻擋未來的聯絡 我也希望民眾暫時取消 到俄羅斯的任何的行程 在俄羅斯碰到了任何緊急狀況的話 務必要在第一時點 跟外交部的阻礙單位來聯繫 那我們一定會提供 很適切的協助 路西亞的香港事件 也能去過解法室說 台灣應該要怎麼來應對香港 國民黨立委大事報 讓政府應該要路實檢討 以香港說的營運措施 民眾黨立委丹冠廷認為說 台灣必須要強化 以經濟制 定心是和強化環境的法律 民眾黨立委令約軍表態說 應該要繼續撒環境保 香港必須要強化 對香港必須要強化 香港必須要強化 以香港必須要強化 記者總會報道 賺三瓶 按個字 10瓶